欢迎回来看国际新闻 台湾明年一月举行总统大选 民进党总统初步初选民调 今天公布了结果 现任总统蔡英文击败对手赖清德 绿营确定由蔡英文代表参与 2020年总统大选寻求连任 蔡英文同志 得到百分之三十五点六七六八 赖清德同志 是百分之二十七点四八四三 依照这样的数字结果 我们可以宣布的是蔡英文同志 将会胜出这次的总统初选 蔡英文自2016年上台以来 主张台湾应该拥有更多自治权 并避免和中国捆绑在一起 但是在去年 由于台湾人对于政府 并没有采取行动应对中国 加上宝岛内种种难缠的 经济课题感到担忧 导致蔡英文的支持率一度下滑 不过随着今年 她以强硬态度面对中共政府 有朝一日可能控制台湾的主张 挽回了不少民心 为连任之路制造了优势 好 往后退 谢谢 对 后退给她吐气 好 后退 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